女生现在顶多是把这个男生当成了恋爱对象 但绝不是结婚对象 他离结婚对象差得太远了 一谈到结婚你一定头疼 你说你看你整天聊的是什么呀 聊得没用的不感兴趣 你应该聊事业 可你现在聊的是好像 你的父母给你安排的一条 一条路而已 那是别人安排的 一点主见都没有 所以你才会把你们之间的隐私 你们之间恋爱当中的任何事情 都分享给你的闺蜜群 你对和他在一起 要结婚这件事情 抱着是百分之百的不认可 你压哥就没看中这段感情 所以你才可能一边去和他去看房 一边和别人说 未必这房子是我住 多么的亲密 多么的无视他的付出 多么的一次性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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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能看到自己的路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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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孩儿子们发生在屋子里的 小孩儿子在屋子里的 小孩儿子们发生了 在屋子里的一条路线 小孩儿子 我们能够自立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这份浓浓耐意陪你去成长 你得自己来哦 听懂了没有 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办 就如同你很反感 他把你们之间的事 分享给闺蜜一样 你把你自己的事业 交给了别人 怎么可能 你在哪里 你要有主见 好吗 就这样 对啊 好吗